那教練先幫我們聊一下今天 世界男團的表現還不錯 就是您覺得怎麼看 今天這場第一場比賽這樣的一個氣勢算不錯啦 那就是自己覺得應該有達到80分以上 然後就是說雖然說在第一趟的氣氛有點瑕疵 就是還是有點太緊張了 那這部分的話在馬上有跟選手做一些心理監視跟回饋 那其實在二三檔其實我覺得處理的算不錯 然後只是說第三檔比較可惜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看到的旗幟比較大一點 但是還是有一些受影響的劍飛到差不多九分 左邊九分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能等一下練習的時候會再修正一下 然後在後面下面的比賽的時候再做一個判斷 然後立即的調整這樣子 那剛剛這樣的成績啊選手們他們的心情啊 還有他們的反應如何 應該是說贏了第一場其實我覺得應該都蠻開心的 我覺得就是說因為畢竟是開紅盤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也是讓他們就忘掉 因為下一場就是重新的開始 那還是把自己的一個狀態準備好 那我也一直提醒他們就是說 一隻一隻射然後一趟一趟的射 那不用管別人的射狀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狀態去調整好 那自然不會到太差 那下一場是對上的中途嘛 就是下午就要登場了 那目前他們調適的都還 嗯其實他們不會特別想去對誰 那因為我們也不會特別去預設說等一下的對手是誰 因為如果要站上去頒獎台的話 其實每個國家應該都是會對到 所以我們會把自己 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後專心去做工作這樣子 那有兩位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奧運殿堂嘛 那就是說他們的心情啊 還有他們的一些臨場反應 到底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給90分啦 因為我覺得說在以第一次參加奧運場上來講的話 他們雖然說有點激盪 但是還是有把動作的流暢已經做出來 然後所以說我覺得其實算不錯 算不錯 那也是給他們肯定 那希望就是說在第二場的時候要放得更開 那像四軍的話 因為他經歷過很多的大賽 他看起來就是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也比較融入在比賽裡面 要見囉